桃園盧竹區在早上六點多大塞車 有一輛大貨車因為掉臂沒收好勾到電線 還扯下了整根紅綠燈桿 當場倒了下來也造成交通大打劫 大貨車行進路口上方掉臂勾到電線 這下慘了過沒多久一旁路燈桿 還有紅綠燈桿直接被扯斷 交通耗置桿硬身倒在內車道上 像是折桿這一樣燈罩還掉了一個 後面車流全塞爆 因為時間是27號早上六點多上班見風時段 延續這樣子三條電信桿都倒掉 已經塞到交流道那邊了 三線道只剩下兩個車道能通行交通大打劫 地點就在桃園市盧竹區中正路與南商路口 大貨車因為掉臂沒收好勾到電線釀貨 車流還一度回堵到南崁交流道附近 警方貨報也到場只會交通 影響整個桃園往大遠方向的車流 本分局也通知耗控中心 來盡速埋擠 桿箭倒塌的部分 會在上午的時候全塑把它清運完成 下午的時候我們會再將新的耗置桿箭 進行復救 索性單桿砸下沒有波及其他人車 後續交通局會等待警方確認罩澤後 再向罩市駕駛提出賠償事宜 記者林朱強桃園報導 也算下午 都貴重